大家好,今天是11月14日,星期二 首先有嚴正聲明講講 首先我要講講,我本人石鏡泉 並沒有任何Telegram、WhatsApp Group、Facebook等等 最近騙徒的手法開始多了 將一些有名望的店舖說 他在這裏做的 叫你聯絡加盟、聯絡他們 聯絡了又死定了 最近雷元大先生又被人放上桌子 把以前的東西放上來之後 就說什麼什麼什麼 又叫走等等等等 所以記得 我知道雷先生完全沒有這些 所以儘管要說 不然大家只會被人欺騙 希望大家有 如有懷疑 是否有些東西轉變了呢?等等 再繼續看看 板塊方面 保險今天升得比較好 就是排了第一 不過都是升了不足1% 是0.99% 其他地方 我們要看看 地產在哪裏 地產在這裏 跌了0.29% 銀行呢 銀行在這裏 跌了0.06% 勉強是有些不太好表現的 再其次之後 各個地方是個股方面 除了這隻 不知為什麼會升這麼多的東西 當然 他也有說跟別人有合作等等 另外再其次 就是中華平安 這些升少少 這些就是 保險股方面 保險股方面會有升的 銀行股也有升少少 還有信譽啊 還有利商汽車都會升少少 反正其他的是 大的 就是 科技股 中芯啊 阿里巴巴 美團啊 小米啊 騰訊啊 都是不升的 好了 那今天來說 有 行 其次方面怎麼看呢? 其次方面其實今天 表現得挺好的 挺好的 雖然它是 開了高之口 跌下來 不過 基本上已經是挺好的 為什麼叫做挺好的呢? 那我這裡再講講一個情況 今天 他現在這個位呢 是147 這個最新是147 135 那我們看看 這個位有多少呢? 這個位 這個位呢 收市是1425 這是14735 這是1425 這是1425 很明顯 現在這個 雖然是低位 都已經高過這裡了 因為這裡是14725 現在這裡是14725 現在是147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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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今天 收市市 都在保利加通道上 續這裡 那它已經 是屬入於 大家看到了 升破了這裏的低位 那即是說 可以是突破了這裏的阻力 那也都起這一點 當然啦 再上望 就要升到這裏了 要升破這個位 那就是180度 那就會形成了一個 就是有望 升穿之前這個頂 再跟著 照望升穿之前 這裏的頂 這是150度 那就很棒 那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 就是維達國際